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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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个国际上呢 在历史上呢 真正这个制度建立的好运作的好的呢 是大体上是局限于这个英美法系的这样的制度 那么这个欧陆法系的就是这个西欧的其他国家 就是不是英美啊 就是英美之外的这其他国家 法国呀 德国呀 这些欧陆国家 他们呢 这个日本啊 韩国呀 他们呢 也是这个有这个独立的司法 也是保护私有产权的 但是呢 他这个欧陆的法系呢 他这个在保护私有产权的方面呢 他不是很灵活的 他保护的是不够不够完善的 所以即便是在那些个国家里呢 他也不是以这个金融市场为中心运作的 他是以这个银行为中心运作的 我讲这些道理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道理人们觉得像是废话 但是这绝对不是废话 这个道理是说明在中国根本就不适合建立金融市场 就是中国实际上至今 他的金融市场在中国的经济里 占的比重是很低很低的 如果我们讨论这个 因为金融最终是要 他最终实际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中国实际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最绝大多数的那个部分是银行 而不是金融市场 而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 整个是国有的 所以换句话说 中国整体上金融是国家控制的 那么这个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推动改革开放以来 共产党要直接控制金融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而共产党控制金融的最主要的这个途径是银行 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推出来一个金融市场呢 它是相当幅度性的 相当小的一个部分跟整个经济比 那么这个部分呢 即便是它是非常小的 它和西欧的欧陆国家对比 它也不是正常运行的 它从来也不是正常运行的 那么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在中国呢 它没有独立的司法 没有用独立的司法的方式来保护私有产权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反复强调 这个独立的司法保护私有产权呢 因为所谓的金融市场 它是一个私有产权之间交换产权关系的一个地方 它是交换产权的一个制度 那你交换产权的制度 你如果根本就不能充分的保护私有产权 你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制度是来交换产权的呢 那么之所以在英美法系下 这个金融市场能够得到发达 那么它第一它是有独立的司法 那么独立的司法 它有一整套的来保证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对股权的保护 然后保证没有欺诈 没有操纵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那么直到1933年才建立了政府的监管 在1933年之前 这个股票股市这个东西 在英美都已经发展了很久了 已经发展了很大了 那都是没有这个政府监管的 靠的就是独立的司法 而这个后来建立的这个监管呢 监管从来是不能够独立 从来是这个独立的司法的一个辅助 就是国内呢 由于它没有独立的司法 所以呢它的这个监管呢 就变成了取代了这个司法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决定了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制度的背景下 它的这个政签市场是不能正常运作的 那么长期的来看呢 如果我们看一看就是觉得 中国的政签市场发展以来 自从这个80年代末 它真正的形成了规模 是进入了21世纪 那我们就看一看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的政签市场是什么样子呢 它基本上和中国的这个基本面是不相关的 如果我们看一看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的经济 如果你就看GDP的话 那么GDP涨了多少 你再看看中国的政签市场涨了多少 那基本上没什么 那么中国是这个早在十好几年前 就已经这个是三 中国这个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上海那个指数的话 看的话是3000点 现在不到3000点 就十好几年前就3000点了 那么所以它根本就和这个基本面是脱节的 那么这个股市它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它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独立的司法 没有对这个 没有对这个产权的保护 这个句话贴上去好像很抽象 但实际一点也不抽象 因为每个人买的股份 那就是你的所有产权 就是你每个人去了市场去买股份 你就变成了股民 股民就是你有了那份产权 你的那份产权是不是得到了保护了 就是如果你以为讨论独立司法 以为讨论法制是具空话 那你就说明你都不知道你的权力是在 你在这个股票市场上你的权力是需要保护的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作为这个小股东 你有很多权力是需要保护的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就是在小股东的权力没有保护 这个产权没有保护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这个市场上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收纵 各种各样的欺骗 那么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基本的问题 这个要展开呢 我后边再稍微展开一点 一个非常重要 重大基本问题 就是中国的股市上 这个巨大量的 尤其是在早期呢 是这个占主体的 是国有企业 是国有企业在股票市 在证券市场上这个发股 那么国有企业发股呢 本来照理说呢 这就是私有化 但是呢 他又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保证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发股 不是私有化 第一 他在这个政治上 在法律上 在宣传上 从来不用私有化这个词 他不用这个词 本身就是实质 就是他虽然卖给你的股票 虽然很多人持有 国有企业的股票 但是你完全没有股东的权利 当你完全没有股东的权利的时候 你实际上 你只不过就是 你把钱这个送给了他 那么你根本就没有权利 去保护你自己的利益 那么这个本身呢 就已经扭曲了 这个证券市场的基本性质 那么另外还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期的市场的性质呢 就是由于这些都是国有企业 这些国有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时候 他们不会扩查的 那么这个现象呢 就叫做所谓的软预算约数的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呢 最早产生的时候呢 是在苏联东欧这些国家 以及中国在改革以前 这种现象和中国改革的早期 在没有证券市场的时候 证券市场要能正常的运作 必须他的所有的企业是硬预算约数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你在你任何的企业在证券市场上操作 当他的情况不好的时候 一定他的股民要能够从他的股价上能看到 然后呢 他会要破产的时候 所有的股民会在市场上会要有反应的 比如说当人们认为他的这个企业要破产 那么人们就会抛售 那么这个抛售的过程就会使得他破产 就是哪怕原来他还没破产 就是由于他的情况不好 由于他的信息已经在市场上披露 那么当股民抛售他的时候 他就会破产 那只有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 企业情况不好的时候 人们可以抛售 人们可以让这个企业破产 这个市场才能运作 但是在中国这些国有企业 在证券市场上他们是不破产的 所以呢 整个他的不破产 他的软预算约数 就使得中国的这个证券市场 从来就不是一个正常能运作的市场 那么这些的这些的国有企业 不破产就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 是一个充满了软一算约数的一个市场 那他根本就不是通常人们这个通常意义上讲的证券市场 所以呢这样子的事情 当人为的你行政的方式把它推高的时候 任何知道这个经济基本面的人 他们都会他们都会认为行政的方式推高的证券市场是泡沫 所以呢 只要你用行政的方式推高了他一点 马上就有人出来赶快去卖 那么这样子事情呢 就是2015年发生过一次 就是人造的小高潮最后呢 产生了一个股灾 那么这次呢 又试图重演2015年的一次 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的基本面比2015年更差的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以人为的方式 以行政的方式推高市场 那么他一定他最后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个问题就是谈到这个2月8号 习近平在春节团队会上发表讲话 从过去这个4年中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果断实行新冠疫情这个防控手段 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经济总量超过126万亿 粮食总产量再重新高 就业 物价 整体经纬 放眼全球 风景这边组好 那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段话 从今年年初总总迹象 包括中式集团爆雷 股灾 能不能预测一下 今年中国经济衰退将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这个报告的中国的经济的成就 基本上报告的它的重点 是中国的经济的总量 中国的经济的总量 实际上并不是最近这一年 这两年这几年的成就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那么使得中国的经济的总量 中国的经济体变很大了 就是现在的中国的经济体 按照市场价 市场汇率计算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是按照购买力计算 中国已经实际上好几年以前 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 所以给出它这个体量 那么你报告中国的经济体量不大 那么这个我就知道 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论的不是经济的总量 而是经济的增长 那么中国这些年里 是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实质的中国的这个2022年的 这个经济增长应该是负的 那么实质的就是中国的2023年的经济增长 应该是就是零到百分之一之间 这个非常非常小的 接近于零的这个经济增长 那么所有的这些的就是这个经济增长 遇到的这些巨大的困难呢 它是这个结构性 就是2022年呢 那个当然 它的这个负增长呢 是和这个动态清零是不可分的 那么动态清零呢 给了中国的经济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 但是呢 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呢 不单纯是因为这个清零政策 是这个有大量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之一 就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 这个房地产 这个只是问题之一 而这个房地产呢 大概这个上游下游 加房地产自己 统统合在一起 占了这个中国GDP的差不多三分之一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中国的整个进出口 就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呢 没有什么增长 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呢 是负的 所以合在一起呢 这个中国有这个个别的亮点 但是亮点不够大 那么亮点呢 就所谓的新三样 就是这个跟新能源行关的 那么这新三样呢 它只占中国GDP的1.8 那么它占18%的GDP的部分呢 虽然它有比较高的 相对高的增长 但是呢 占三分之一的那个部分是下降的 所以呢 通通合在一起呢 中国的经济呢 就是没有显然的增长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经济基本面出现的问题 那么它这个经济基本面出现的这些问题呢 就决定了 它只要没有能解决 只要这些基本面存在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 那么它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恢复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还都是这个供给测的 如果你再看需求测 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 那么就是由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民收入里边 只有很显的比例是这个是中国的家庭收入 然后呢 这个就导致了中国的这个消费占GDP的比例 只有40%甚至都不到 那么相比之下 如果我们拿美国做一个对比的话 和发达国家 美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 那么这个消费占GDP的这个比例呢 都是70% 那么当它的消费如此之低的时候 它消费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 那么当他们的收入太低 消费太低的时候 然后它的进出口又不能增长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然后再加上这个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在那个领域里 你只要投资就是赔钱 所以你越投资越赔钱 越赔钱你带来的这个危险就越大 因此呢 你就不敢 就是不敢投资 你不能投资 所以又不能投资 又没有消费 又没有这个进出口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我讲的没有指的是这个增长 就没有增长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那么对了 2024年的经济增长是一定是合格的 第三个问题想请问您一下 就是匈牙利的著名经济学家 科尔纳教授是您的老师 他早在2002年的时候 曾经针对中国的产权改革 谈了自己的看法 那么他认为股市必须是一个真正的股市 不然的话就变成塑料股市 假的 人们如果买股票呢 应该对他所买的公司的运作 经营有发言权 控制权 而国营企业的大股还在国家手里 对股民来说 他们没有发言权 并不是真正的警人 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利用股市 在收集民众的资金 国家若是真心诚意的想从社会集资 就应该发行债券 向民众借钱 那请问这些问题在今天 是否仍然是中国股市的根本的问题 那您认为就是现在就是 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说法 就是关于股市的关闭 就是关闭股市的讨论 那请问您认为中共是否会关闭股市呢 那首先呢 这个刚才你引用的 就科尔内教授的这段话呢 我并不知道 就是我从这个语气上感觉呢 不像是他本人的话 因为我跟他非常熟悉 这个他的语气和他讨论问题的方式 我很熟的 就是不像 我并不反对那只说法 但是呢 那不像是他本人的话 所以先不讨论这个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 仍然是我们怎么认识中国的股市 那么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这个 即便是市场经济 即便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 就是这个银行和股市之间的关系呢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程度上 是取决于你的法治的制度是什么呢 那么你不是英美法 不是英美制度的这个法治的环境呢 一般来说呢 这个股市 即便是在日本 股市在日本都不算重要 所以即便是中国法国 股市都不是很重要 意大利股市都不是很重要 股市重要的是英国美国加拿大 这都是英美法系 这个澳大利亚香港加加坡 这都是这个英美法系 这个不是这个英美法系 这个股市实际上是操作起来 是有很多很多障碍 那么回到中国来讨论呢 只有根本法治也没有 只有根本也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个条件下呢 实际上这个股市是一个 没办法操作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原本呢 在中国这个发展股市呢 其实从最开始 这个本身在这个真正懂得股市 和懂得法律的人 这原本就是有争议的 就是当初是不是应该推动股市 在这个争议的时候呢 这个反对的道理 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那么赞成的道理 对于所有稳德的人来说 就是好心推动中国的改革 而不是只是为了圈钱 就是好心要推动中国改革的人来说呢 他是这样一个 他是说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股市建起来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机制 由于股市是离不开法治 那么由于股市给中国带来了好处呢 我们由于这个好处呢 是不是能够反过来 逼着我们去改进我们的法治 逼着去建立中国的法治 就是所谓倒逼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么这就是过去这个人们 这个好心的改革的人提出来的道理 但是现在这么过了这个二三十年之后呢 我们已经看了很清楚 这个所谓的倒逼的机制 并不工作 而是这个当你没有法治的时候 当这个党把这个司法全部控制的时候 当党可以这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夺夺私人财产的时候 所以呢 它实际上把这个证券市场 变成了一个工具 因为它不是这个法律上的各种规定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 这个股市自来的这个汉处呢 比好处要多 那么另外再有一层 就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 共产党的统治的角度去看 假定啊 就是说你这个为了共产党的统治 到底这个应该是有股市好 还是没有股市好呢 实际上 哪怕是站在共产党的统治的角度上看呢 这个股市也是给共产党带来的困难更多 带来的好处更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共产党从股市上能夺成的好处呢 就是今天的股民经常用的一句话 叫隔酒菜 就是说他用隔酒菜的方式来能 这个能获得很多 能获得资金 但是呢 他给共产党带来的困难非常大 什么困难呢 就是因为在没有股市的时候呢 很多的信息不需要披露 这个很多的信息不可以变成命运 但是股市你无论如何 你也是要披露一些信息 所以当你有一些信息要披露的时候 你真的是给就是从共产党的角度一样 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那么而且呢 他以为他可以隔酒菜 实际上当现在的信息 已经被人们知道的相当多了的情况下 那么只要你共产党想要把这个股市 用人为的方式操纵他 把他操纵高一点 马上人们就要迅速的希望离开 就是一个做空的力量是你等不住的 你什么时候能真的把做空的力量都挡住呢 就是你要么就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 你要不然就是人们手里没钱 只有这两条 就是这个没有被抓起来的 手里还有钱的 他这个他主要不认为他会被抓起来 他得到机会他就要逃走 所以呢股市已经丧失了他隔酒菜 就是他越来越快的就丧失了 这个隔酒菜的功能了 就是长酒菜隔酒菜这个功能没有了 然后呢公制制造困难 所以在给定所有的这些条件下呢 就是从共产党从自己统治的角度看 实际上是关闭了股市对他更好 他会不会关呢是另外一件事 这个我们无法议测 但是从他统治的角度讲 关的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 第四个问题 这个问题跟软预算约束有关 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软预算约束 那您曾经说他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一个通病 他是一个癌症 那么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呢 比如说中共不仅在解决经济方面 而且是在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上 都会采用类似的一种思路 比如说他对于历史上的种种的错误 甚至是罪行 他不向人民认错 认为一旦认错呢将会威胁他的统治 那么这些问题不会消失 他会不见累积 最终有一天将成为这个共产党无法逾越的 这一座高山 最终这个危机会全面的爆发 那么共产党的这个政权 就是也有可能随之崩溃 那么就是说在经济上 那么软预算约束是他的一个癌症 那么在政治上 您认为是否同样存在类似的一个问题 这个癌症也在扩散之中呢 这个是实际上你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是两个问题 因为这个软预算约束问题是经济现象 是跟制度是制度带来的经济现象 但是你说的另外一件事呢 不是软预算约束本身 所以我把它分开 那么我们单独要讨论这个软预算约束问题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基本问题 这个很多很多人呢 哪怕是经济学领域的和金融学领域的 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概念的 就是甚至是一些年轻教授的 也是不知道这个概念的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概念呢 在提出来的时候呢 是专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 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这个改革的 那么这个他他讨论的问题呢 是在改革的情况下 是在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呢 这个国有企业的行为 那么这个在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呢 这个人们过去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天真的理念啊 那天真的理念是认为 这个国有经济在这个计划经济里 运作的不好 原因是因为计划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可能做出来好的计划 所以呢 你只要让这个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运作 在市场上互相竞争 那么这个国有企业呢 就能和私有企业一样 这个能够有效力 而且呢 由于他是国有企业呢 他还能够同时执行政府的政策 来这个达到这个市场达不到的 这个很多目的 那么这个是一些天真的情价 但是事实上呢 由于他是国有的企业 因此呢 当他在市场竞争的时候 他资不抵债的时候 他就会 他就会这个政府会帮助他 政府会使得他不扩产 那么由于他不扩产 那么最所谓不扩产 这就是 这就是软一分约数 由于他不扩产 那么就导致呢 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这个经理们 管理人员们 政府的官员们 就不担心他会扩产 那么这就成了问题了 就是在这个市场经济上 在市场经济 只要他能够认真运作 能运作的市场经济 必须每个企业面对的是硬一分约数 换句话说就是 当这个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 他必须反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东西呢 是决定性的 他决定了 这个在市场经济 私有企业有正常的激励机制 他和有正常的淘汰的机制 当这个软一算约数的时候呢 他就丧失了正常的激励机制 也丧失了正常的淘汰机制 他没有了正常的激励 没有正常的淘汰 那么这就导致呢 在这个市场经济里头呢 国有企业会胆子非常大 不断的去借钱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 看到的中国经济出现的这些问题 那么当我们讨论到 软一算约数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不懂的 不懂得这个概念的人 误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概念 误认为这是一个老的概念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真的物件 为什么这是一个很真的物件呢 因为经济科学作为科学 里面并不存在老的东西就会过时 也并不存在这个老的东西就跟这个新的线性就没关系 比如说这个经济决定最最基本的道理 是这个市场的借钱 是由这个供给和地球共同决定的 那么这个道理 这个人们知道这个道理 也有两百多年了 我们不以为它是这个老的道理 今天这个就是一个无效的道理 那么这个软一算约数的这个理论呢 提出来的时间是八十年代 那么是直接针对的是这个中国 苏联 东欧 中欧所有共产党的改革的经济 里面出的这个问题 那么它之所以是癌症 那么它的道理在这儿 是因为它是直接是这个制度的成立 然后呢这个问题呢 它会把你的经济脱口 那么在这个制度下 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 这个制度是什么制度呢 这个制度就是共产党一定要有它的国有企业 那么共产党一定它的执政 是以国有企业作为它的执政基础 而国有企业投不脱这个软一算约数 那么这个问题呢 而无数的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不是单纯式的理论 这个理论只是帮助我们领解这个事实 无数的事实包括什么呢 包括东联 包括东欧 中欧的所有的这些国家 也包括中国字体 那么中国字体实际上呢 所在这个1998年 就已经出现过非常非常严重 在1998年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由于软一算约数问题 带来的这个后果 已经极端严重 但是那一次中国怎么解决的呢 解决的办法呢 靠的是实质上的大规模的自由化 它只不过没有使用自由化这个名字 那么靠了大规模的实质上的自由化 名字不叫这个名字 那个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和包括这个几年以后 中国又加入WTO 所以呢 有两个重大的引擎 帮助中国的进步快速发展 两个引擎 一个就是私有经济 一个就是对外贸易 这两个引擎 共同就把中国拖出去 就把中国从这个 濒临破产的那个境界里 拖到了这个快速的发展 就是快速发展 本身可以抵消 你原来那个坏账带来的这些东西 而且甚至把一些很多的坏账搞掉 就把那个坏账消化掉 现在中国重新进入到 1998年那个时候的问题 但是现在能不能化解 那我们看到两个引擎都关掉了 一个引擎在那一次 是大规模自由化 在那一次另一个引擎 是大规模的进行的国际贸易 现在国际贸易方面 由于和所有的这个发达的 市场经济的关系都搞坏 那么这个引擎 也灭火灭掉了一多半 那么这个中国现在的问题 不是私有化的问题 而是严重的打击了 整个的私有企业的信心 打击了所有的 这个企业家的基本的信心 使得整个的这个私有部门 他这个投资是大幅度的下降 现在中国的投资 主要依赖的是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正好 就是软一算约束产生的那个部分 所以这就是现在中国的 这个经济面对的最大的这个困难 就是之所以 这个我们这个软一算约束的问题 又这个卷土重来 大规模的给社会 全社会造成问题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当年提 老早以前就提出来的 这个叫做这个抓大放小 这个大呢要做强做大 就是国有企业要做强做大 他终于把它做强做大了 终于把它变成了这个社会的 最重要的这个东西了 那么他一旦他变成了做强做大以后 那么他带来的软一算约束 就变成了做强做大 那么我这里还想再强调一下 软一算约束里边 具体的这些症状 现在在中国看到的具体的症状有什么 一个就是刚才在讲股市的时候提到的 就是在股市里边的所有的国有企业 他们都不破产 那么这个使得中国的股市 是一个软一算约束的假股市 那么另外一个远为规模更大的 不是股市 远为规模更大的 实际上是中国的房地产和中国的这个地方财政 为什么中国的地方财政会变得这么严重的出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地方财政欠钱欠的这么多 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建立了无数的融资的平台 什么是这些融资的平台 这些就是国有企业 那么靠着这些国有企业 以融资平台为名的国有企业 帮助他们借来的钱 这就是最典型的软一算约束问题 为什么他们敢借钱 为什么他们敢借这么多钱 为什么银行敢借给他们这么多钱 因为银行不是国有银行 因为融资平台都是国有企业 是软一算约束 把中国给拖到这里 那么这个我们叫它叫做癌症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的话 就是中国司法部等部委最近召开会议 表示说民营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已经启动了 那进法立法将加快 但是就是说很多这个民营经济就是信心不足 那您认为北京当局这种行为 就是说它能不能挽回这个民营经济的信心吗 这个应该是 这个只要看这个企业家们的反应就很清楚 就是企业家们都是这个战战兢兢很害怕 那么他们战战兢兢他们很害怕 他们不敢投资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的基本权力得不到保护 就是只要他们的基本权力得不到保护 那么任何的什么政策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和这个事情相反的就是 实际上在中国这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其实中国企业家的基本权力也没有得到保护 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得到保护 为什么他们反而还有相当多的人居然有信心 居然敢于去干 那么这个道理就在于 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共产党内部 他的这个治理是在当时是以经济发展作为他的主要目标 那么当他以经济发展作为他的主要目标的时候 那么地区和地区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竞争的关系 所以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为了要升官 他要非常努力的发展当地的经济 而要发展当地的经济呢 他就要努力的想办法保护 它是管华内的这个私有企业 就是之所以那些私有企业 在没有正式的法律保护情况下 因为当时的党章和宪法都不保护私有财产 根本不承认私有财产 在这个背景下 这个为什么私有企业能发展 是因为各地的这个党政 实际上在暗中对他们是有保护 那么他保护的原因是为了他们自本升官 就是保护的原因是为了当地的私有企业发展 会促成当地的经济增长 而当地的经济增长会和他们的升官是有紧密关系 所以是在这个背景下 那个这个虽然正式的法律并不保护 那么使得企业家们呢还敢干 但是现在呢这个对企业家的各种打护已经反反复复出现了很多 在这种非常普遍的打护的情况下 那么这些企业家们已经这个非常这个非常害怕了 就是胆寒了 那么你在这个背景下再加上就是过去一度曾经这个流行的地方政府之间 这个竞争 这个经济增长 这个东西呢也已经不在了 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地方上还互相很努力的竞争 经济增长 就是这个已经不在 这个机制不在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 这个没有人没有人保护 这个没有人实质上的去保护这个私有财产 那么这个私有经济就没有办法 这个再投入 所以这就使得不 他再出台他们更大没有用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号比亚德 刚刚宣布他说他将在这个德国的这个电动车的价格 更下调这个百分之五百分之十五 那德国的奔驰 已经发出了警告 就是说他的利润 已经受到了这个电动车价格战的全部的打击 那英国金融时报呢 最近也是发表文章 就说警告说 中国的产能过剩 正在向全世界输出通缩 您认为中国的通缩 会对世界的经济造成这样的冲击 那么面对这个中国的通缩 美国和欧盟 正在面临艰难的选择 就是说要不它就降低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要不就成为推动中国供应这个廉价商品的力量 那您认为美欧应该会怎样的选择呢 由于这个人民币在国际金融里起的作用很小 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通缩本身在国际金融里会造成很大影响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的这个作用小 但是呢在这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 这个国内的需求非常的批准 那么这个这些企业为了要还能够销售 那么它会不惜降价 就是它会以非常低的价钱 所以这个从这个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呢 它会认为这是请销 就是的确呢 当这个中国国内面对通缩的这个困境的时候 当这个国内这个需求严重不足的这个背景下 当它的产能严重过剩的时候 那么它的确是请销 这个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所有的发达国家会面对的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并不是通缩 而是请销 那么这个面对请销呢 无论是欧盟也好 还是美国也好 这个实际上他们都有整套的 这个面对请销的这个法律 所以呢 我的估计呢 就是当它面对这个大规模请销的时候 他们会启动他们的这个反对请销的 这整个整套的这个法律的手段 就是还有就是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太阳能板和这个电池啊 面对面对这些这个法律的非常重要的向这个欧洲这个销售 实际上现在这个欧盟也已经开始了这个整套的这些这些个调查啊和听证啊 就是防止它对这个欧洲的这个工业的冲击 那么除了它对这个发达国家的产业的冲击之外呢 这个发达国家就是目前的这个国际贸易里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这个地缘政治问题呢 在这个21世纪初的时候 就是20多年前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不存在 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有这样子的地缘政治 所以当时就是中国加入WTO 是美国帮助进去 是首先美国向中国提供了最好多待遇 然后接着就推动了这个硬的推动了在这个WTO里边欢迎中国进去 这才使得中国获得了这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的机会 获得了巨大的机会融入了这个融入了这个全球化 但是现在呢这个地缘政治决定了 就是无论是北美国家也好 还是欧洲国家也好 还是日本也好 甚至韩国 那么都已经从地缘政治上澳洲 都已经从地缘政治上 这个有超高的顶势 所以呢 当中国以这个廉价的方式大规模的进入他们的市场之后 除掉刚才讲到的这个产业上的问题 这个反锦销的问题 这个反垄断等等 除了这些之外 往往更大的一个因素 其实变成了这个必然政治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早些时间讨论的这个所谓脱钩 所谓的脱钩 其实那不是个经济的问题 不是在讨论经济 所谓的脱钩是必然政治 那么后来呢 美国不再用脱钩这个词 而叫脱风险 但实际上他的一个脱风险 他的风险说的是什么 他的风险说的最大的因素不是经济问题 不是企业不是市场 他说的是必然政治 他说的是他担心中国共产党 拿这个某些这个产品 某些这个产业面上的关键环节 拿它作为武器来整治这些国家 所以他从这个国家安全的角度讲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 他要避免这个产业链被这个中国控制 那么这就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 面对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攻击 就是和当初中国加入WTO的时候 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白宁丹 这个房地产融资白宁丹 现在这个中国的住店部发布信息 说这个白名单已经向商业银行 推送了超过3000多个项目 那这个路透社呢 又说这个有这个专业人士 就说白名单上的首选项目 主要是那些国有企业开发的在建项目 有资助雄厚 这些项目被认为是更安全的选举 那您认为在这样的融资下呢 中国还有2000万套未完工的这个预售楼 将会有多少会建完作品业主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软硬酸约数 这是非常具体的例子 当我讲软硬酸约数的时候 这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 那它具体实现的时候怎么实现呢 它当然它就是要从具体的国营企业 具体的国营企业经营的项目 就是这样子来实现 那么我这里还想要再稍微解释一下 这软硬酸约数问题呢 并不限制于国有企业 软硬酸约数问题也不限制于 共产党国家的经济 软硬酸约数问题呢 实际上呢是个普遍问题 那么比如说即便是美国 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国的政府也会出手 就个别的民营企业 就是因为美国的企业 基本都不是国业的 就是美国的政府也救过这个私有企业 并不是不救的 所以呢这里的问题呢 在于这个如果我们用癌症来做比喻的话 这就如同说这个癌症呢 是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都可能会有的 但是呢这个你是在健康人身上的这个癌症呢 健康人的身上呢是有这个免疫系统 健康人的免疫系统呢 不能直接在这个系统 他能够把癌细胞给抢掉 就是为什么这个 同样是国癌症 有的人就是很容易这个恢复 有的人很难恢复呢 就是你有这个免疫系统 给了那一点帮助以后 你就靠你的免疫系统 你就恢复过来了 但是如果你的身体里没有这个免疫系统 那么你哪怕用了各种治疗手段 你的癌也不救了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软疫症与数呢 它虽然在西方国家也有 在私营企业上也会发生 但是那是个别现象 就是说它作为整个的经济的制度 作为整个的体系作为它的运作的方式 它是应激在里面 就是你你你你进行一个企业的时候 你不能期待 你你不用害怕这个破产 就是你在市场经历下 你是一个私有企业 你不能期待将来你会得到挽救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避免这个破产 但是呢你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里 你是一个国营的企业 你就你就相当的有把握 你不会破产 你作为一个地方政府 你相当有把握 你地方政府不会破产 你作为国有银行 你相当有把握 你的银行不会破产 你作为一个国有的房地产公司 你也有本握 你的公司将来就不会破产 那现在的确 中国的所有的房地产公司 基本都面对巨大的压力 因为根本来不出去 因为现在的市场是已经冻结了 在这个冻结的市场上 这个冻结的情况下 没有人会愿意出钱 买这么贵的房地产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什么样的企业还能生存 那么都是靠挽救 那谁能够到挽救 那当然就是这个国有的企业 或者是你和这个政府 有非常特殊的紧密的关系的 私营企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 台湾的未来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